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播机舱设备及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 系统组成 常规操作方法 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 着重从系统的角度加强同学们对传播机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传播机舱中的主要设备 如推进砖子 发电砖子 燃料处理砖子 蒸汽发射砖子 防污染砖子等砖子的自动控制功能和操作方法 另外 传播机舱发生应急情况时 如全船试电 舵机失灵 机舱火警 紧急倒车 机舱进水等相应的处置流程也会在本课程中介绍 课程每个知识模块包括基础知识介绍和实操演示两部分 基础知识介绍部分主要讲授和知识点有关的通用性知识 如设备和系统的作用 组成 工作原理 设计规范 操作管理经验等 实操演示部分 使用模拟训练软件 介绍系统组成 常规操作程序 注意事项 特殊操作程序等内容 本课程的设计 参考了STCW公约 国家海事局在船员试任考试和发振规则中 关于轮机模拟训练的相关标准 国际海事组织的释放课程 IMO Model Course 2.07 6.10 7.02 7.04的相关指南 课程分为五大部分 包括传播电网 传播机舱 辅助设备与系统 传播主动力系统 综合训练 专项训练 传播电网部分主要讲述传播应急电网 传播主电网的发电 配电 及电站管理的有关实践知识 传播机舱辅助设备与系统部分 主要讲述压缩空气系统 水系统 燃油系统 滑油系统 锅炉及蒸汽系统 防污染设备 智能系统等有关的实践知识 传播主动力系统 主要讲述提供传播推进动力的装置及系统 主机遥控系统有关的实践知识 综合训练部分 我们将各系统的操作串到一起 学习摊船启动的流程 我们将会在一艘完全没有电力和动力 所有设备处于关机状态的船舶机舱中进行操作 直到船舶进入在海上航行的正常状态 在专项训练部分 目前提供了四项专项训练 包括应急应变 故障诊断与分析 公款的记录与分析 自动化装置运行管理 应急应变部分目前制作有 全船湿电 舵机湿灵 主机紧急倒车 机舱火警 机舱进水等应急刑警 本模拟器以某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为母型船 该船机舱主要特点为 低压电力系统 双辅过炉 面边WME二重层柴油主机 三台柴油主发电机 Nabaco主机遥控系统 低流油MDO-MGO-HFO系统 压带水处理装置 KCHIFE600监测报警系统 设备的技术参数如下 主机一台 采用面边W品牌的7S80M1C型 传用低速二重层柴油机 最大持续功力25190千瓦 转速72rpm 螺旋桨为4叶无键型桨 直径约10米 主发电机组 三台 柴油原动机 采用YAMA品牌的6EY22ALW型 传用四重层柴油机 设定功率1300千瓦 设定转速900rpm 发电机为空气冷却形式 设定电压450V 硬级发电机组一台 柴油原动机 采用KAMINS四重层高速柴油机 设定功率325千瓦 设定转速1800rpm 启动方式为锯电池系统或液压启动 辅锅炉两套 产加为阿法拉瓦 最大蒸发量为每小时40吨 蒸汽压力为2.16兆帕 另外还有废气锅炉一套 空压机3台 燃油分油机2台 滑油分油机3台 以及造水机有水分离器 焚烧炉 生活污水处理砖子等辅助设备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轮机模拟器的操作界面 这张图表示了轮机模拟器的操作界面及各界面之间的关系 机舱反正模型指用于实现母型船机电系统模拟的一系列数学模型及控制程序 二维 三维界面硬件盘台以不同的形式和参加模拟训练的学员进行交互 管理软件供教练员对训练过程和训练结果进行控制 本课程的目的是指导学员采用软件模拟的形式进行传播机舱 工作原理及实践知识的自主学习 因此主要介绍软件方面的界面 包括二维界面和三维界面 该图为二维界面的主页 二维界面将母型船机舱设备及系统按照原理划分为二十个分组 每个分组包含落干子界面 页面上方为系统的信息栏 显示反正运行时间 界面的编号 名称 报警参数等 页面下方为状态栏 显示与模型端连接的状态 提示信息等 分组列表在主页的左侧 点击指界面中按钮 进入相应的系统的页面 页面中采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管路中的介质 管路及设备中的参数 采用标签进行标识 标签的前缀代表参数的类型 鼠标停留在标签上时 通过页面下方的消息区可以显示出参数的单位 页面中各符号所代表的设备见该表 各设备的操作方式均可通过鼠标进行 其他的常用操作包括反正的启动停止 主页 前进 后退 系统设置等 下面我们来熟悉一下三维界面 该图为三维界面的主页 三维界面将母型船的机舱相关的处所按照空间划分为18个舱室 机舱中的各个舱室可以连续漫游 并在其中操作 三维界面中的操作点及显示仪表均按实传布置 并与二维界面一一对应 同步变化 操作点同样采用鼠标进行操作 二维界面在原理上展示较为直观 三维界面则可提供更逼真的模拟机舱环境 使用时建议两者结合起来操作 在二维上熟悉系统以后 再在三维中找到相应的交互点 最后做到完全在三维中进行操作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本视频我们介绍了轮机模拟器的母型船 操作界面操作方式等 MING PAO TASILY